新竹竹北發生氣爆案 不過第一時間 縣長楊文科仍沒在場作證 而是進行了辦公務的自費 日本京都行 限制是跟日本議員去打掃白球 這番說法跟副縣長的確診說 似乎不太一致 我對此縣府澄清說 縣長並沒有隱瞞出國行程 25號新竹縣長楊文科 欺負縣長勘災 解釋晚一天的原因 因為我有既定的行程 我就在日本 那我接到消息之後 馬上訂機票 改機票 昨天趕回來 文科強調自己沒有消失 是因為辦公務的自費京都行 臉書還發文 24號陸夜召開跨局處緊急會議 但怎麼第一時間 作證指揮的副縣長陳建賢 是這樣說 他之前確診 這個不用強 究竟是確診還是日本行 兩套對外說法 自己人都搞不清楚 民進黨更借機開炮 縣府刻意隱瞞行程 跟我們日本市民黨的議員 有一起打小白球 明明很好的城市交流 為什麼楊縣長要遮遮掩掩 為什麼縣府第一時間 要用確診來說謊 20號的主管匯報上面 像有公開在所有的主管面前 而且媒體面前說 接下來的5天他會請假 那這個部分 其實也都完全沒有隱瞞 曾經縣長沒有隱瞞出國行程 面對罷免說 縣府更表示不清楚原因 也不希望政治操作混淆視聽 畢竟災後復原還有災民安置 都是縣府首要工作 而縣府百分百持股的 新竹瓦斯公司 楊文科兼任瓦斯公司董事長 是無幾職 開會的出席費跟車馬費 每個月3500塊錢 竹北起報案 目前朝公共危險罪方向偵辦 我們會負起一切的責任 那同時因為地檢署也在昨天也約談我們的同仁 那今天等一下也會到現場再度的勘察 相關的偵辦進度 我們會依照所國廠的相關鑑定報告 來做一個妥數的這樣一個認定 來做一個進行與環清事實真相 先前風採握20天坑意外 楊文科也是隔天就出訪日本 這出國就出事的體質 恐怕也讓本人相當無奈 記者綜合報導